想请大家这么多年来注册过不少网站的会员 不过你知道你的个资是否曾经外泄吗 今天邦尼会简单地带大家检查自己的个资是否外泄 同时时间也来到了2021即将迈入2022 邦尼想调查一下你们的电脑或手机是否有安装防毒软体呢 给大家一些时间以下留言告诉邦尼 这几年的防毒软体 除了大家熟悉的恶意档案检测 抵挡恶意程式攻击外 邦尼认为目前的防毒软体很重要的一块 是帮助使用者保障个人资料安全 过滤恶意网站 以及分辨诈骗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对如何分辨诈骗网站这么熟悉 举个简单的例子 例如你在LINE 收到一组网址 写着这超好笑耶 这时候你该不该点呢 或是你的朋友传了一个QR Code给你 解骚妈点红包 这时候该不该扫呢 又或是你收到一封mail 告诉你你的账号有安全疑虑 建议立即更改你的密码 连简网站 也跟你记忆中的官网设计类似 这时候到底该不该乖乖填写密码进行更改呢 这就是邦尼今天要跟大家聊的第二个主题 如何阻挡这些打着行李战的网路诈骗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这集节目邦尼搭配的是趋势科技最新版本的PC City 2022 进行说明 趋势应该也算是邦尼自己用最多也用最久的防毒软体 应该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防毒软体品牌 因为有着地缘的关系 趋势的防毒有蛮多针对台湾使用者在地化的功能 而今天邦尼首先要介绍的 是随着PC City 2022 一起推出的个资保镖APP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某某网站资料密码外线 在按网上可以下载到几亿个账户资料 没错个资保镖这个APP 就可以帮你检查你的个资是否在这些外线名单中 目前趋势的个资保镖APP 在Android 跟iOS 上都可以免费下载 操作上也非常简单 打开APP 后 就可以看到你想检查的资料类型 包含电子信箱 手机号码 信用卡 密码 银行账户 护照 身份证 刑照 八个类别 而其中最常发生外泄的电子信箱 手机号码 信用卡 以及密码四个项目 目前是可以免费检查的 使用上只要选好类别 例如你要查询电子邮件 再输入你的Email账号 哇 整理有外泄资料 这时候我们点击取得详细资讯 接着会跳出需要你的验证 确认你是本人后 系统就会列出Email外泄的完整资讯 你可以直接看到外泄的网站 什么是后外泄的 甚至可以看到同时外泄的其他资料 例如这个网站不只外泄了你的电子邮件 你所在的乡证 本名 帐号都在外泄范围 甚至更夸张的是 下面这一笔 居然连密码都外泄了 这时候就会建议发现的第一时间赶快更改密码 有用同一组帐号密码的网站也要一起更改 而付费版则是多了银行账户 护照 身份证 刑照 四个项目 并且多了资料监测功能 例如将手机号码或是email加入资料监测清单 就可以在有外泄资料被找到时 第一时间更改自己的密码 或是跟银行联系处理 顺带一提 各自保镖的付费功能 也是包含在PCC02022的授权当中 所以 如果有在使用趋势防毒的朋友 别忘了下载这个APP 监测资料是否外泄了 接着帮你想提的第二个议题 就是相较起病毒攻击 现在最多人遇到的连结类型网路诈骗 不论是要骗你填写资料 骗你的密码 骗你的钱 还是只要骗你扫一下QR Code 这些诈骗网站都可以做得非常真实 甚至大家也都看过一页式的购物诈骗网站 像是买球鞋即拖鞋 买平板即木板 买手机 甲一赔时 就真的会收到11个手机壳 所以如何从源头阻挡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尤其帮助心地善良的家中长辈 或是不受控爱跳坑的朋友 以邦尼最常看到的 为什么Beats 官网的价格这么便宜为例 没错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 你一定会想说 诶 真的吗 哪个网站这么便宜 我也来看一下 接着你就直接在搜寻引擎上找Beats 你会发现搜寻引擎前两名的两个网站 一个是beatsbytray.com 网站标题是 Beats 高机能无线耳机 另一个则是 newbeats.com.tw 写着Beats 耳机 台湾官方购物网站 那你就想说 看台湾的好了 就点进Beats 台湾官方购物网站 你会发现 哇 这个网站有很多特价商品 价位虽然没有特别便宜 但算是优惠了许多 应该 不会是诈骗吧 抱着这个期待的心 就下单了 不过事实上这个网站 已经有传出很多的消费纠纷 其中包含收到盗版商品等等 这是一个蛮知名的案例 因为这个网站到今天为止 它还是在搜寻引擎非常前面的位置 不熟悉产品 不熟悉网购的朋友 可能就因此下单了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或许你可以考虑让防毒软体 初步判断网站安全 以PCC02022为例 当你在搜寻引擎点开这个网站的时候 事实上你根本进不去 就会直接显示这个网站不安全 甚至你根本不用进去 只要你有安装趋势科技工具列 系统就会直接在连结上标示安全性 绿色是通过认证的安全网站 红色就是被回报为不安全的网站 没有经过验证的网站 则是灰色的 也要特别小心注意 而在手机上也是可以及时阻挡 手机版本可以下载趋势科技的行动安全防护APP 并且开启网页防护 系统就会以类似VPN的方式 检查你流来的网页是否有安全威胁 当你点进不安全的连结时 系统就会直接阻挡网页载入 并且跳出恶意网址警示 这个逻辑也可以适用在所有场景中 例如你在LINE 收到一个不明连结 网页防护功能也会直接提示连结有疑虑 点开也会进行阻挡 收到不明简讯 告诉你有一个包裹要你确认这种诈骗形式 也会直接阻挡网站开启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趋势目前也有跟警政署165 合作 帮助排除这些诈骗案例 老实说 这些网站对有能力分辨真假的朋友或许很容易 不过邦尼自己是很久之前 就帮家中长辈装好APP 开启网页防护功能 毕竟有时候 长辈群会传什么免费贴图的资讯 结果点进去是假的贴图网址 要求你登入 只是要骗你的LINE 账号 或是在不明的网站买什么东西 又或是点开简讯的中奖提醒 不小心填写个资那就不好了 至少可以从源头下手 但邦尼还是要提醒大家 防读软件还是辅助使用 填写资料或付款前要多做功课 提升分辨诈骗的能力 最后邦尼也花些时间 带大家看一下最新推出的PCC0 2022 在今年的新界面上 还是维持近几年的简约设计 主要是调整了界面上的细节 主画面的绿色圈圈也更现代了一些 邦尼也实测Windows版本 可以正常相容最近推出的Windows 11 同时PCC0 2022 也支援MacOS 还有Chromebook 不过邦尼今天会以Windows版本为主 在选单上有防护设定 隐私安全 资料防护 以及家长防护四个选项 首先是防护设定 简单来说 这是大家熟悉的防护软体功能 可以即时扫描你的电脑是否有安全威胁 或是恶意软体等等 同时PCC0 也有电脑最佳化的选项 可以协助关闭不需要的程式 加速电脑的运作速度 并且进一步检查系统更新 防火墙设定等等 不过大家可以直接点击主画面的电脑进检 就可以一键完成病毒扫描 以及最佳化电脑的功能 接着是隐私安全 首先是社群网站的防护 这功能就是可以即时侦测网页上不安全的连结 透过趋势科技工具列 就可以直接在网页上 以颜色分辨连结是否安全 连结显示绿色就是安全的 不安全则是红色 在Facebook 或电子邮件中 就可以快速判断连结的安全性 趋势也有电子信箱防护功能 开启后进入Gmail 就可以看到诈骗客信已开启的提示 此外 趋势也有一个安心配的功能 简单来说 当你开启购物网站时 系统就会提示你可以打开安心配 这时候PCC0 就会开启安全浏览 让你在安全的环境完成交易 资料防护部分 PCC0 2022 拥有现在非常重要的防勒索软体功能 并且由档案强制删除工具 开启后可以选择快速删除或永久删除 只要在想彻底删除的档案点击右键 就可以删除档案 永久删除则是会多次复写 让资料更难被还原 最后则是家长防护网 开启后就可以设定哪些类别的网站限制浏览 可能包含成人 暴力等等 当开启限制的网站时 系统就会自动阻挡 而在手机板上 除了刚才邦尼提到的网站安全防护外 Android 版本也有Wi-Fi 安全检查 能够扫描诈骗简讯的诈骗客信 安心配行动版 家长安全防护 邦尼想多提的是行动装置失窃防护 开启后就可以透过定位找到你的手机 并且可以设定SIM 卡锁定 当手机的SIM 卡被移除 就会直接锁定手机 开启后也可以远端锁定或是远端清除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实用的防盗拍照功能 当有人尝试想解锁你的手机 错误超过三次的时候 系统就会透过前镜头 不知不觉拍下照片 然后传到你的信箱告诉你 手机遗失时 说不定可以拍到小偷的长相 不过目前邦尼来来去去换了许多手机 并不是所有手机开启后 都能使用防盗拍照功能 建议实际测试一下 此外 目前PCC0 2022 不论是电脑或手机版 一样都可以下载试用 邦尼也会把试用版连结放在资讯栏 大家在入手前也可以先试试看 顺带一提 在制作这集节目前 邦尼手上就有六台装置 都是使用趋势科技的防毒软体 因为装置比较多的关系 邦尼自己习惯 是入手三年三台的方式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习惯选择 重点是 趋势PCC0 的授权 其实只可以随时更换装置或系统 只要登入趋势的账号 就可以简单的更换装置 例如MacOS 换到Windows Windows 换到Android 等等 最后大家可别忘了检查一下自己的个资是否外泄 如果有就赶快换密码吧 好啦 本期节目先到这里 如果还有任何问题 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 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 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帮你 并且打开小铃铛 即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 当然你也可以在Facebook 邦尼AI小助理 Instagram 以及Line Ad 找到我们 如果还有其他问题 别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